欢迎订阅我是启耀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新骨毛的补选投票日了 这个星期呢你可以看到国盟的这个民政党呢 非常非常卖力的帮这个土团的候选人呢 在拉票 尤其是走入了很多的这些新春还有华裔的这个选票区 结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当这个刘华财民政党的团队呢 去到了乐斯拉社的这个选区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我觉得超级尴尬的这个事情 也就是呢 这个乐斯的一名华裔大叔呢 就怒呛刘华财不思进取 整个画面呢就是这个大叔在数落刘华财 刘华财只是低着头 脸笑笑喝酒 就这样子一直被数落 静静不出声 我讲这么多可能大家想象不到 我不废话 放一道VCR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争取的你们不争取 有这个朋友是生生的啦 如果你们不败败人的钱 下载有机会吗 还有呢 还有呢 应该争取的你们不争取 有什么不争取 我还没喝单杯 我还没有决 应该争取的你们要争取啦 乱给马来人啦 其实我才是头衔 你们有看过 那看完了这个VCR 我不知道你怎样想 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好笑 但是又有一点点可怜啦 那好笑的部分就是呢 堂堂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亲自来拜票 结果却遭到当地的这个华裔大叔呢 直接怒呛 然后呢 一句话都不敢讲 OK 你想看 其实这个华裔大叔啊 虽然他是呢 非常的激动 抨击你种种不是 但是他讲的事情是没有道理的吗 不会啊 我觉得他讲的事情其实蛮有道理的 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华裔选民也是这么想的 第一 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要积极的在争取这个地方 出征这个地方 这次不争取 你以为你下次还有机会啊 其实这句话讲的非常非常的正确 为什么呢 你想看新古毛这个地区 华裔占了整整30% OK 而且这个地方在以前一直都是民政党上阵的地方 OK 民政党跟行动党打对台的这个地方 民政党如果在这个地区 30%的这个华裔的这个选民 你都守不住 请问你要在什么地方呢 你才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守得住你上阵的这个权益 大家想想看 在以前的时候啊 在去六周周选的时候 凡是这个马来人选区 马来人选民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讲说那时候上什么大六拜 这些我们要去这个伊斯兰党的区 派一个民政党的人上去 那时候你已经坚实过了 民政党是处境多么的卑微 给当地的这些伊斯兰党的这个党员的驱赶 抗议拉横条呢 叫这个民政党走开 如果这些地方你守不住 那就算了啊 那些呢是马来人主要的这个地区 但是现在呢 去到了这些华裔 算是相当平均了 也这个比例非常大的地方 你也守不住 那以后还有什么地方是你可以守得住的 所以你讲说这个大叔这样子骂 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而且现在的状况是 你非但上阵不了这个地方 你还是全心全力的帮这个土团呢 让他去打这个地方 大家就问你 你不就是帮人家做嫁异吗 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是有提过的 但是这一个影片也印证了一样事情 我们平时影片里面讲的事情 其实也真的有窃进了至少一部分 当地华裔选民的这个心声 所以大家有时候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敌视 这个民政党 是真的 民政党也好 刘花菜也好 再去争取权益的这一部分 在国盟里面 假设他们是华裔的代表 他们都不能够争取到这一份权益 那怎么可以去想象 他们未来为华裔子民 争取到更多的这个权益呢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缩影 为什么大家对于民政党 对刘花菜那么的不信任 是因为本身他们自己的权益 他们都争取不到 第二点呢 则是你也可以意识到 这位华裔大署对于 国盟派出的马来候选人呢 非常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点不爽啦 主要就是这个马来候选人是谁 为什么会派到来这一边去竞选的 然后可能他们的宣传做得不是很好啊 也不知道这个马来候选人是 什么真刚啦 然后也没有来打招呼 只是派刘花菜过来呢 所以大家就把对于这个马来候选人的不满跟不解 全部发泄在了刘花菜的这个身上 那这一点他们有什么地方可以辩驳吗 其实感觉上他们也就是兢兢孝孝继续喝酒这样子 所以请问这个竞选来到了这些地方真的有帮到这个国盟候选人这个凯鲁真的拉到票吗 我认为最多就是充当了一个出气包 然后给这些华裔的选民不停的数落跟不停的骂啦 OK 因为其实你拜票最主要是什么事情 你要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候选人的背景或者他的理念 他可以为这个地方做什么吗 这真正的拜票竞选并不是来这边呢 所谓喝喝酒这样子坐下来聊天就等同于是大家会投给你 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大家来这边呢 选一个人不是说只是要做朋友而已 最重要最重要是真正的把他的理念传出来 OK 所以这也是我昨天的直播有讲过的 国盟候选人的整个理念正刚是什么 目前连竞选宣言都还没有出 而他们主打的就是物价上涨而已 但是物价上涨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通过你可以选一个州议员就改变的呢 这个事情我相信刘华财肯定也回答不了 最后呢就是VCR的另一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在面对着这么多的数落 这么多不满情绪的宣泄 民政党的整个团队顶多就真的是尽尽不出声 当然可以讲说是他们立个策略 他们不想激怒这个华裔的这个大叔 但是如果其实你们本身是有努力的 那你们应该要讲出来嘛 比方讲民政党刘华财有没有在这个国盟里面争取要上阵这个地方 按照他们的说法应该是有的 对吗应该是有的 他们不停的讲说为什么比伊斯兰党好 比图团好 讲了一大堆的理由 有这些理由 为什么你不要跟这些选民讲呢 这就是我刚讲的 除了我觉得好笑 我同情他们的这个地方 因为理应来讲 民政党应该也是有在会议里面呢 讲了一大堆的这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你不去跟这些选民讲呢 你不讲的话没有人知道 那大家就会觉得你什么 觉得你懦弱 觉得呢你只会呢 当有这个强权 有这个马来政党讲一声 你就马上要静静跟从 你不把你抗争 你不把你大大声讲出来的事故讲出来呢 大家就永远觉得你是这个国盟里面的 所谓一个哈巴狗 这样子 完全只会听从而已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同情他们的地方 我也觉得民政党其实需要跟这些选民 换一选民 你有做什么 你就大声的讲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吧 OK 最后一点呢 就是在整个国盟的框架里面 我们已经提过了 民政党目前的这个处境 这个地位 他们呢 确实如果国盟入主了 整个所谓的这个政府部层过后呢 他们是有机会 做到副部长 甚至做到部长的 OK 但是 其实这一点 是否有助于他们赢下华社 华裔选民的这个信任 甚至呢 大家尊敬你 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同的事情 如果民政党真的想赢得华社的尊重的话 那就必须要拿出骨气 和必须要拿出自己的毅力 展现出你们自己所谓有原则的那一面 其实这样子的情况下去 就算到最后给你拿到所谓的有的资源都好 但是就如同今天的画面讲 华裔的选民仍然是对你指指点点 仍然是当众当着你面骂你 你那时候能不能回嘴呢 还是你希望你的政党永远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呢 这就是我觉得又好笑又同情的地方 OK 那这期跟大家聊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